倒数计时 按照预计时间是22点43分 裴洛西他所率领的访问团的专机 就要抵达了我们的台北的松山机场 刚才于将军讲到了 我们的这个他们的战机 从冲绳日本的这些基地出发 然后航空母舰也飞上来 半飞到什么时候 美军的空军会慢慢的离开 然后由我方的空军 把他接过来对不对 然后到了松山机场上空的时候 我方的空军慢慢继续盘旋 然后他的专机直接降落 是 没错 这就是其实我讲 人家说很遗憾 我们今年没有参加环太平洋2022 寇姐现在今天晚上正在实施 你想想看 美国的雷根号航母战斗群 它上面的超级大砰砰起飞 我们的从我们台东基地起飞 然后在我们的ADIZ 实施任务接替 天哪 我告诉你 环太平洋都没有这么精彩了 这是实际的 这实际的啊 真实状况 环太平洋都没这么精彩 而且呢 我们半飞的状况 美国的军机不会降落 它是继续在我们领海以外 继续半飞 那我们的是在我们领空以内来扮飞 然后等到裴洛西的军机降落的时候 我们的飞机继续在空中盘旋 实施空中掩护 确定没问题才会离开 然后把这个空中的掩护交给地面的飞弹防空部队 继续来直实监控 所以这这就是演习啊 这就是环太平洋的延续啊 所以环太平洋今天才刚刚回到夏威夷 你看今天的延续就出现了吧 环太平洋的演习到了最后个阶段 不是说大家聚在一起 是分区任务区队执行 这正在执行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台湾好可惜 今年没有参加环太平洋2022 各位今晚隆重登场 而且今天就三军总动员 今天连警方也是一次 为安的一次测试嘛 没有请教我们总不能 太瞧不起中国人民检方军啊 他们哪不是很凶悍嘛 叫嚣不疑 那到底现在他们在干嘛 那他们出动了多少架飞机 他们的飞机殲16 今天已经越过了海峡 中间一个小小的模型又回去了 因为其实他们也很清楚 按照现在他们要挑战中华民国 挑战美国 挑战日本 挑战全世界 说句实话 你回去站到体重机上 蹭一蹭你到底有多重 看样子你的精良还不够 但是呢我们从来不会忽视他 我们的国军的所有的防空飞弹 所有美国的这些航舰 两栖战斗舰没有停过 今天晚上他们都很辛苦 因为为什么要掩护一件伟大的事情 就是裴洛西的破冰之旅 让大家知道 中华民国跟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俩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各自有自己独立的主权 所以呢裴洛西来 赵立坚都建立 间接的证实 今天清皇讲了 赵立坚间接的证实 他说裴洛西 有种你就去 事物以待 他说有种你就去 先讲说你有种你就去 你就去 应该说有种你就来啊 对 去就表示不是你的嘛 所以连赵立坚都已经 还进我们的食品呢 如果不是同一个国家 这个才没有进口 不同一个国家才有进口 不过寇姐我讲一句话 他进鲑鱼进什么 我觉得都都莫名其妙 但是有进一个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 这个小鳞嘴 对小鳞嘴叫乖乖 因为他觉得台湾不乖 所以不准进乖乖 对这简直就是 乖乖说我们出口的还不多 莫名其妙 今天来进口打食品 全部都打压 三千多项那个食品 然后呢 可是寇姐你知道吗 网友说 就你进乖乖 那就表示中国的半导体业 会很难做得起来 为什么 因为有些地方要放乖乖 因为很多的电脑 跟机器上面要放绿色的乖乖 他才会运作正常 好所以我们的绿乖乖不去了 然后他电脑常常荡机 我们在另外这个 萤幕上面 大家看到开框的就是 松山机场跟军乐饭店的现场 随时会提供给各位 最新的画面 那刚才这个余将军讲到了 从下午的三点四 三点三十二分 从马来西亚起飞 一直到十点四十三分 才来到台北 他多飞了两个半小时 绕了一大圈 就是因为绕过男孩 其实某种程度是避免 这个经过老共的 布防的某些地方 对不对 当然寇姐你知道吗 这次裴洛西的行动 在美国国防部精密的策划之下 第一个 我必须展现出美国的决心 但是又不能因此而造成 区域的恐慌 所以他 两者兼顾 两者要兼顾 所以说他刻意 从这个马来西亚起飞之后 直接切过印尼 然后飞到菲律宾的东边 这很大一圈 东边然后绕到台湾头之后 再回旋 再降落 所以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 可是我讲 用心良苦 为什么 民主 自由跟台湾的空间 能见度 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应该很高兴才对 今天晚上真的是 而且这个是 没有办法复制的一个晚上 跨年晚会每一年都有 选举也常常有 但是今天你错过了 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帮你倒数计时 22点43分 要请教这个 Freddy临场佐的事 你跟这个 培洛西议长 在美国见过面 这一次出国吗 还是过去 六月的时候 但是不管怎样 这位坚强的反共铁娘子 他在天安门前面 挂抗议布条的画面 这几天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其实意外的 大家看到了他的过去 这张照片最可爱了 这是真的奥带尼赫本 这是20岁的 佩洛西 20岁 大学的时候 他旁边是甘乃迪 对 甘乃迪总统 他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那很多人说 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美丽的明星 然后他现在 他今年82岁了 各位看到没 他穿的是三寸高跟鞋 然后穿的是套装 那当他明天成为 佩洛西的台湾日 台湾的佩洛西日 之后呢 其实就验证了 刚才这个 余将军说的 台湾不属于中国 就在明天 佩洛西进我们的 中华民国的总统府 之后 两岸关系 也回不去了 其实在六月的时候 我就已经经历过 这个这些小粉红说 他不可能来 因为我在脸书上面 直接贴了我跟他的 这个照片 然后我也当面邀请他说 希望他可以正式来访台湾 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回应 就是非常正面 他其实不是那种 打哈哈说 谢谢啦等等 没有他其实让人感觉出来 他是真心的 那我贴了以后 我当然就是如实地表达 这个可能性 那结果就有一堆 这个小粉红就来留言说 不要做梦了啦 你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你们在幻想 我那时候的忍住 因为我想说 这个要能够达成这件事情 中间还最好 不要有任何的 其他的这一个 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就不想跟他们吵架 所以今天晚上 等一下他下 这个落地的时候 就可以证明 其实这个 佩洛西从上半年 乃至于到接着 他的一连串的这些规划 他是多么的 机智坚强 他绝对不是说 突然之间想说 我下个礼拜要来台湾 没有 他就是决定要来 而且他不会跟上一次 金锐气来这个 闪电低调三个钟头 这样 不是 他是官方的 他要见总统 他要以 议长的身份 进入立法院 他要公开发表谈话 而且他来 还不是只讲台湾跟美国的事 他在每个国家都会谈到的 不管是西藏 维吾尔 香港 中国人权的问题 他一样在台湾也要谈 但是老共的反应 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 他只是进口 禁止 暂时 暂停食品进口 今天很多网络上的台湾人说 那你有种你就不要进口晶片 他当然没有这个状态 现在经济不好 再进的晶片更不好 刚才清皇告诉我们 明天早 佩洛西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跟台湾的晶片王 护国神山群 要视讯 同时呢 他还要去跟 这个 乌尔开西在台湾见面 当年人家91年的时候 在地下门前面 挂的那个布条 被你老共当成流氓抓起来 然后驱逐出境的那个画面 又会出现了 这个就是佩洛西 所以今天 要请教雨晓 很快的把我们讲 今天就是民主的胜利 是全世界的民主的一次 大的这个成功 就是当他安全的 四十三分到达 这个松山机场 老共 屁都不敢坑一个 气 然后只会在那里吹牛的 纸老虎被接砖的时刻 所以今天应该 101应该是放烟火才对 没错 全世界都在看 相信台湾的民众的 百分之九十九 基本上都在放振奋人心 但我接着于将军的跨 老共的情报 是有够大惨的 为什么呢 他当初不是研判 裴洛西是走这条航线的 他以为会经过南海 经过扣接所说的 他管辖的范围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来个什么 扮飞 装模作样 他没有想到走的是呢 一二导电之间 美国在一二导电之间 各个航界延续的 环台北达军演 这根本是什么 同墙且壁了 老共的情报 如果做得到位的话 事先了解 你可能走这条航线的话 最简单的步伐方式是什么呢 他现在不是跟 所罗门这些小朋友 眉来眼去吗 就叫这个所罗门的小朋友呢 跟共军的这些船舰呢 在婆罗门州的外海 索罗门群岛的上方 在那边耀武扬威嘛 所以他连半飞的图片呢 大内宣的那个照片 吹牛的影片都拍不出来啦 对嘛 所以说画面抓不到嘛 铺了个空嘛 美国基本上顾不宜政 但是早有准备嘛 所以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讲 今天是呢 辣残的一天 是耻辱的一天 即甲午战争以来 一百年以来 最惨的一天 最羞耻的一天 而且呢八一建军节哦 这个习近平才要他 呼吁说要做出牺牲 我看今天不知道几个 要掉人头 主要的官家是谁 当然还是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嘛 这个将军的好朋友 胡锡进嘛 胡锡进的心理状态 胡锡进专个地动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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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我们呢这个来看一下 最新的状况是22点43分 这位陪洛西议长 就要抵达松山机场 那我们现在先听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再继续的来谈 在这一个访问当中呢 老共是丢了多少的脸 被打走呢 什么样的一个凄惨的状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